这盘旗黄铁锤用力过猛闪到腰了 老大爷竟然用单踢马把黄铁锤给收拾了 这一局骑呢双方杀了个天昏地暗 最后啊就慢了一步 锤子啊就慢了那么一步 我们来看实战 黄铁锤当头炮 单踢马呢他就来了一双马二进三 红旗上马 可以骑 停炮视角 这不是要走反攻马吗 红旗挺兵 黑铁高横距 红旗出局之后啊 他没有走马八进去 跳个边嘛 红旗两头蛇 黑铁就横距过攻 准备啊以后高局巡河来对兵 红旗呢就继续送 黑铁吃 红旗一打 黑铁补业手相 那红旗就有一个进局做双 黑铁就不管了送你一个 开局就先送一个 红旗高高兴兴的把马一吃 黑铁过足 你要是打我的马 那我打过来 要打这个局要打这个局 那肯定不行 红旗呢 他就选择了一手上马 把你往下冲 黑铁呢就上马 把你出局 把局封路 红旗就退一手局 那黑铁继续往下冲 红旗 这个炮呢 他也不躲了 退局 跟着你对着干 那黑铁 把这个 黑铁 他是先挺这个 把他拦住 红旗再退 黑铁啊 边局 卡住你 不能让你耍到这么来 耍到这么来 你再下敌 再来降一下 这谁受得了呢 那红旗呢 就过冰了 黑铁进马 红旗继续下冰 把这个局封啊 先走火 黑铁 把冬炮 给你一交换 然后啊 就有一个 浸泡打马 又要吃马 又要吃炮 把这个狮子找回来 那红旗也不管了 往下冲 这个铁你要是吃炮 那人家吃炮 你就不能打马了 踩着局呢 所以说呢 他得先打马 那红旗呢 就先吃炮 黑铁走到这 他并没有选择来 打这个马 再吃这个炮 不急于找回这个狮子 他往下冲 保留住这个变化 留着这个炮 那红旗 这炮也没地方闪 也不管了 对着往下冲 黑铁啊 他这里他应该 直接就把这个炮 吃了就完了 吃了之后 再往下冲向 你敢用鞠驰 我就打你的马 你不吃 我这么要弄你的事 那他选择了一手出鞠 那红旗呢 也不管了 上马 那他就把这个炮一吃 现在呀 双方啊 子力一样 他是双军马 他是双军炮 他过个兵 他过个足 他的兵已经靠近九宫了 他的足马上也要靠近江府了 双方啊 要激烈厮杀了 这个这个局要是再甩过来 那以后这个 平炮打打鱼 下地将一下 那这个 这边啊 都有攻势了 所以说呢 这边吃个事 他把鞠啊 给你拦住 让你鞠炮分家 那黑棋呢 就拼足 捉你的马 红旗上马 红旗的上马 又是一个致命的一个败招 同样的上马 应该往中间跳 以后再往里跳 或者往里跳 这一跳呢 黑棋高鞠 拉住了 不会动了 就没办法了 红旗这个鞠 还在家睡大觉呢 那就赶快冲兵 以后想把这个鞠杀出来 你要是双鞠躲马呢 没有用 你躲不住 这门 江野鞠 你不管用老将吃 还是用试吃 这个鞠 江野鞠呢 他就脱身跑了 所以说呢 你双鞠躲马呀 是躲不到的 他就选择了一手 充足 你要是再用鞠吃 他再回来躲 那就真给你躲死了 你马现在也没地方逃 干脆呀 也不管了 赶快把鞠 先晾出来 还吃 他就尽忠兵 你不敢吃啊 那活动鞠躲以后甩过来 或者甩过来捉炮 这边啊就准备三鞠闹事了 局面呢 越来越紧张了 黑旗呢 霸王鞠 不然你冲兵 他还要冲你 那就过来捉一下炮 黑旗就打一下鞠 红旗过来 那黑旗一冲 红旗现在少子 肯定是不能对局 对外局 你这个鞠兵 对人家鞠炮双族 过河的俩族 你肯定是不行 抓一下炮 那黑旗呢 就沉底炮 红旗 双鞠战类 又准备拱式来一将 黑旗啊 先把老将出来 那红旗也拱掉 黑旗帅鞠过来 准备叫臭 你要是一将 我就给你对局 那 红旗呢 也赶快出帅 这时候啊 黑旗动手了 反正我多你这个子 也是白多出来的 来了一首 气泡红旗 就问你 敢不敢试 这个 他想了想 没敢吃 选择了这个 禁锯 准备啊 杀士 黑旗来一将 红旗 先送个像 先上老将 其实也是一样的 送像的 还得多坚持一下 他像一将 上来 然后啊 再来一将 这也是个 非常必要的 一个过门 然后来一手 退炮打局 这边 杀相 试杀 红旗 只此一招 平局过来 拉路 那黑旗 来一将 红旗 只能退个试 再来一将 只能上来 再退一将 只能直视 然后再来一将 下来 把试一吃 你看看 就慢了一步 同期只要下一招 把试一吃 这个就是 绝杀无解了 但是人家这边 先动手了 哎 所以今天 没杀过人家 他们都可以 再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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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